这里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他给我们两个Persama 第二个特点是他告诉我们这两个Persama是Selari的 然后接下来要我们找Nilai皮 Selari这里是关键 Selari的意思就是他们的斜度是一样 就是两条线是平行的 然后斜度就是M 也就是Gaturnan 所以这个M会等于这个M 因为他们的是平行 所以斜度会一样 要找斜度的话要把它排成Y等于MX加C 就可以知道它的M是多少 所以3Y等于2X间5的话 我们就留息 因为我们要的是Y等于MX加C 但是这里是3Y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3Y除3 3Y除3等于 这里除3后面也要跟着除3 不然那个算是会不平均 然后negative5也除3 然后3跟3越减 这里就会剩下Y 这里就会剩下2%X 这里就会有5%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X的前面就是M1 就是斜度 所以这里的斜度是这个2% 所以我可以知道这个的斜度是2% 然后你会知道这个的斜度跟对面的斜度是一样的 因为这两条线是平行的 所以我们先来算这里的斜度 这些斜度一样要把它排成Y等于MX加C 然后它一样是6Y 然后我们要的是Y 所以我们就拿来除6 然后7也除6 减PX也除6 就这样 X我们会分开些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会是M了 所以我们会分开些 让个X给它在后面没有这么乱 然后6跟6先越减 就会增加Y 然后7.6就照样抄 -P.6X就照抄 但是我们要排成我们的MX加C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要放在前面 所以先抄这个-P.6 记得-是跟住那个号码的 然后X 这里没有东西的话就是加 所以是加7.6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X的前面 是Gerunai也就是M 所以这里的M是-P.6 然后记得这个-很重要 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那个数值 然后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 两条线平行的话 这个M会等于这个M 意思就是讲这个2.3 跟这个-P.6是相等的 然后就交叉成或者是看你要怎么做 正常来讲我们会先把这个东西搬过去 -P.6 我们会搬过去 就是完全交换先 因为位置数放左手边是最安全的做法 然后这个-你怕乱的话 -给号码 然后其他照抄 然后这里是P除以-6 就把它搬过去就变成乘与-6 然后3K跟6月减 然后-p就是-2乘2是4 所以P就是-4 出紧碗 3-4儿